稳定币又在印钱 比特币毫不客气 直接是突破65,000这个水平 那山寨币也是迎来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行星 整体的一个大盘出现了一个史诗级的上涨 那上个视频我就说过了 抄底抄底 主流币很快会上涨了 那果然在过去的20小时之内 很多的一个主流币 包括我们关注的一些币种 有一些币种都上涨了 接近40%以上 这非常的疯狂 那包括前100之内的 也有很多币种都普遍去上涨了 而且很多主流币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 包括BCH是吧 还有很多的一个币种 狗狗币也上涨了 EMA也上涨了 BSV也上涨了 AR也上涨 ETC也上涨了 比特币也上涨 以太坊也上涨 几乎都是向上突破了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那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 比特币减半已经成功了 目前下期减半还要等待 到2028年4月17号 这是非常漫长的时间 那这几天周末 比特币现货ETF并没有去统计一个数据 但是我们从这个盘面可以去得出结论 整体还是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流出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流出了 大概价格会出现回调 但是价格依旧坚挺了 所以依旧是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 大家也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 逐渐去减少了 是吧 来到172万枚左右的比特币 那我可以看到目前在30天之内 你看 如果网上的话空头爆仓的损失会非常大 所以庄家这一轮可能要去爆空头了 大家注意好 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 小平被爆炒 这是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行情 我们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来 那比特币在这一轮行情当中 它向上突破 又重新返回到这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中部的一个位置 那意识着它的一个由右转强的一个趋势 慢慢地改变 如果它能够稳定在一个6万5以上 再震荡个一两天时间 那我相信它可能会反弹到7万多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再涨个10%左右 就向上突破到之前的一个高等的一个水平 所以现在来看 从一小时级别 从一天之内的线来看 它很快会从临州这里实现一个复苏 再次去向上突破这种行情 所以说 所有小伙伴们 大家 机会来了是吧 如果 之前还没有去抄底主流币 赶紧去抄底主流币 你现在比特币走到中后期这个阶段 很快 主流币的话会迎来一个爆发 特别是明文市场 因为费率出现一个高的一个情况了 比特币价格也是出现突破的一种行情 所以说费率的话一定会去向上突破 这时候价格的话肯定会被带动起来 所以说 接下来明文市场 可能会迎来第二春的一个高潮的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些明文市场 包括比特币的一个明文市场 那以太坊在这一轮行情 它也是率先向上定突破 那我们据我们观察到以太坊 它在这波行情当中 它是率先突破这个下降通道下沿这个位置 收点三角一小级别 它突破之后 它会有一个小型的一个上涨 但是上涨的一个幅度到哪里 我们可以去明显去测量到 可能会到达比较高的位置 那到达3300多美金的水平 3379美金这个水平 那MCD从灵头上方穿插上来 它形成较大动荡 但是从一天之内的一个线 从四小级别的线来看 它依旧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下跃空道当中 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它能否去向上突破 到达到3400以上的一个水平 才能说它的一个能量是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就看比特币这一轮能不能去向上去反弹到 一小时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上延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能够去重回反弹 在零轴之上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信号 如果能反弹到 那还有之前我们关注的一个BGB 目前的话是在一个1.28 1.27这附近 那之前一直叫它进行买进 那目前价格很快会进行下一步的一个上涨了 可能在未来的两周时间到三周时间里面 它可能会到达1.5到1.6到1.8这个区间 所以它上涨幅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也可以去明显去测量到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 虽然说它现在在1.27 很多人觉得它的价格不会再涨了 其实当你想要买入的时候 是吧 其实你已经赢了 是吧 因为现在平台币很快呀 就会迎来第二春的一个爆发的一个阶段了 很快了 你看 它现在价格是无端去靠近1.28附近 很快 很快 那大家抓紧时间去买 如果大家不懂怎么买 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这里 点击我的评论区这里 在下方的位置去咨询能眼 怎么加入能眼的VIP社群 怎么去买 或者是点击能眼罵免免费的帽群 在这里去加入 或者是咨询能眼的吧 怎么去住这下方交易所链接 下方都有链接 有邀请码 你可以去免费50%手续费 那现在之前有最高60% 现在没有那么多了是吧 随着牛市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启动 那手续费会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情况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能眼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去订阅能眼的频道是专注 讲到加倍市场的 好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